一只兔压制的无抵抗能力 面对冲来的对手 希特瞬间施展时间静止 可在这同时 人家瞬间狠狠轰到他脸上 像怕抱头大喊 这不可能绝对是运气 而调整好状态的 希特闪失弓再次施展 但那兔子在一瞬间 就像流光一样一把穿过希特 俩拳弹撒着胶太快看不清 于是大神官赶忙拿出派 给他看回房 原来这兔子能瞬间 将速度提升千倍 但即便如此 希特也疑惑 为何他能每次都在 自己时间暂停之前发出攻击 然后他做了个实验 再次使用时间暂停 而在那一瞬间 那兔子就像离弦的剑 瞬间把他拔飞 果然如此 希特判断对方是靠听力识别 因为自己施展闪失时 肌肉会紧绷一下发出声音 听到这兔子也不反驳 就算明白了你又能如何 突然像怕吵着 让巴朵斯赶紧给自己个喇叭 他要制造噪音干扰 但巴朵斯则直接泼他冷水 不用想人家一定能靠频率 做出分辨 希特再次起身 自信就算能破解得了闪失 我也未必会输 随即两人激战再次开始 纵然希特一直在挨揍 可观战的像帕立马看出不对 因为希特看似落得下风 可每次都防住了要害 就连吉连看得都深叹一口气 此时希特依然在被按着猛锤 身体砸落间快速滑到擂台边缘 兔子得意以为胜利再往 毫不留守一拳轰出 可在这瞬间 希特突然身体虚化兔子打空 静止冲向擂台外 希特竟能将身体进入次元外 就在兔子要淘汰时 突然挤到金丝一把将它拉住 原来脱破早已派了手下待命 这下局面再次对希特不利 继续疯狂挨揍 然后又被另一个人用绳子捆住脚 见对方这么卑鄙 像怕吹着喇叭疯狂表示抗议 可一切都无用兔子的致命一拳就要打出 就在大家都以为完了的时候 突然一团火焰从天而降 红发悟空紧急救场 一脚把兔子踹 而悟空则表示我并没有救你的意思 只是看到有人能把你逼到这种地步 我的手不自觉就要了 我这边 我这边是我的动作 我这边是我的动作 你确实是很速度 你动作是直线的 我这边是我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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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是你的动作 爹 不准备那奴! 今度は突き飛ばしか! そうだ さあ次はどっちだと思う 耳を澄ませよーく聞くんだ よっしゃーっ!